好 大家好 今天呢 找到了兩位人妻 對 然後我們今天要做一個挑戰 你們跟你們老公感情怎麼樣? 我懷疑 因為有小孩之後真的是最愛的小孩啊 對 有小孩是 小孩第一 然後老公第二 欸 你們都是生女兒嗎? 對 那很好 我的夢想是生個女兒 但是今天我們做這個挑戰就是 你們要跟你們老公說 你們還要再生5個小孩 目標就是要你們老公答應 神經太多了 可能你老公現在在上班 就要一直煩他 這很像在跟他求婚耶 對啊 對啊 或者是小孩不想 喔 那去營養也可以 就是要5個就對了 就是要5個 我這就跟他說我不要生那麼多 我有跟他講說 我就只要2個 那你可不可以安打好 你解除我 太忙了 喂 那你等一下的是怎麼樣 等一下等一下 不是 你要先準備好 喂 喂 收訊不好啦 喔 那你等一下是怎麼樣 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啦 很嚴重啦 等一下是等一下在講啦 你先答應我 你先答應我 好 怎樣啊 我要生5個小孩 嗯 3男2女 你要幹嘛啦 就想生5個小孩喔 先跟你講好啊 總共6個 3男3女這樣 可以嗎 趕快講正式啊 我現在真的跟你講很重要的事情欸 6個小孩啊 總共 可以嗎 你幹嘛啦 那你現在人咧 我就一個 我在一個人在外面 然後突然看到有一個媽媽帶很多小孩 我就很想生很多小孩 喔 那你現在幾點 等一下幾點 我就過去去了 就我想完 你答應我之後我就過去啦 喔喔喔喔喔 所以可以齁 6個 沒有 為什麼 你剛剛明明就說好了 你現在在鬧啊 你朋友在鬧 好啦好啦 掰掰 掰掰 好像猜中了 會不會害你們吵架啊 不會不會 我們日常就是這樣 就是麻吉啊 對 很像麻吉 很像好嗎 對 重點是 你說6個小孩 他還說好 對 為什麼後面說不要 因為他知道前面在鬧 可是我會 我會找你們打給你們老公 是因為你們老公不是那種 會發現的 不會覺得這樣 他老公發現了啊 他發現了啊 他應該覺得我愛跟誰打肚 妮娜 妳有信心嗎 我打打開 蛤 我覺得 妮娜 妳再加一個 妳要叫小新唱歌 他是不是吉他老師 好 我就要唱 就沒有 要剩5個小孩生完之後 跟我怕他在公司欸 喂 喂 老公 你在忙嗎 我還好欸 怎麼了 你在開會嗎 我在騎車啊 喔 欸欸 我跟你講喔 我剛剛在路上看到一個媽媽 然後牽了很多小孩 啊我最近不是在看排球嗎 排球少年 你知道嗎 我只想說我們生一個排球隊 怎麼樣 生一個排球隊嗎 嗯 6個 放球了好啦 我比較喜歡放球9個啦 好不好 都給你啦 不是 9個 太多了啦 太多了啦 兩個差不多吧 可是兩個不能 湊一個排球隊 我要各司其職 攻擊手啊 自由球員啊 都有 你知道 你就會來 你可以啊 你可以我就可以啊 我剛剛 你養得起喔 因為你年紀也大了啊 想說 是很早生一生 我有在重視 你那個健身教練說 我運氣還不錯啊 所以剩6個可以喔 剩6個不行啊 沒有那麼肉欲喔 哈哈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們哪敢讓你再看別部戲 排球你只要生一個排球隊 啊你都看放球照你 還是生一個放球隊 好啦 好啦 好吧 那你唱一首歌給我聽 我突然想聽你唱歌 可是我現在路上欸 我現在停紅燈這裡 大概有800個阿上欸 哈哈哈哈 你就唱出來 讓那些阿上知道 你很有魅力 還是你點歌 小蘋果 你唱小蘋果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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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咦咦咦咦咧咦咦咦咦咦咦 好啦 沒事了 辛苦你了 我...我有... 沒有 我前後左右都是人啊 好啦好啦 好啦 那我來死掉了 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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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她們好控制欸 她平常就是這樣 她好疼你喔 我們平常的相處就是這樣 她怎麼跟玄玄差不多 她們比較像麻吉 你們應該年紀差不多 我們在一起 對 喔 年紀比較 小心年紀比較大 就是 小心感覺是很寵你 然後你們是像朋友 欸 我剛剛聽到你們講電話 我想說 哇 我跟我老公你差太多了 哈哈哈哈 所以他一直呈現你快要互罵髒話 我跟我常說你們是會吵架嗎 有啦今天是有 他一直在想要讓我不要再講廢話 但是我非常理他 因為通常都是我不會跟他廢話 這樣因為小新是一個很愛講廢話的 所以我們兩個平常會廢話來跟廢話去 每天都在冷笑吻 但他已經習慣了 他要講廢話我就掛掉 所以今天我跟他講廢話他怎麼會那麼帥 沒有他就覺得你很反殘 他就馬上感受出來了 對對對 好沒關係因為現在時間還少 我在訪問你們幾天 我的觀眾群大概差不多是你們這個年紀 該生小孩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看到你們生小孩就覺得 欸好像該生了 那我想問一下 你們生小孩是有預想嗎 或者是欸他是突然間有 我好像有算預期內啦 我就是訂婚後我就沒有避孕 然後結婚的時候就懷孕了 我們也是有預期 可能朋友都知道 我本來就是一個很想要結婚生小孩的人 因為我老公年紀比較大一點點 太誓重生 因為他有說他很多朋友都想要生小孩 可是生不出來 所以我們就想說他的年紀 會不會也沒有辦法那麼及時 我們本來是預計今年要結婚 所以我們去年想說那就開始準備 因為他很多朋友三五年都沒有 所以我們覺得那我們就提早一點慢慢試 結果可能因為真的太沒壓力 我一個月就中了 我覺得沒有壓力有差 對對就是不能抱持的壓力 你們家養小孩最受不了小孩的地方是什麼 或者是你們覺得最心酸的地方是什麼 我覺得沒有沒有我沒有受不了解 因為我覺得 畢竟一歲是真的很可愛 可是我覺得應該大家要生小孩適應的是 你們會沒有自己空間跟時間這件事情 對因為變成我們今天白天出來工作 我們晚上就要趕快回去顧小孩 一直到他入睡 時間會被小孩綁住 對變成你自己唯一能夠休息的時間 就是他晚上十點睡嘛 到我睡前兩點這之間是我自己的時間 白天的時間全部都是被工作啊 小孩贊滿 所以你就會沒有辦法 像以前可能可以隨心所欲 就是我們以前要約去喝酒啊 去玩啊 出去過夜啊 都沒有辦法 所以有時候 其實我自己是想生小孩 但有時候難免看到大家暑假 一直出去玩 還是會覺得 哇好想哦 蠻羨慕的 對對對 尤其是去年的時候 去年他剛生出來 但是更不可能 我們做完月子出來 他就是這樣軟軟小小的 對對對 你小孩連把他放在家裡 一下下都不行 一下都不行 就是你生小孩前 你應該就要有心理建設 你的時間 絕對不會像以前這麼單純 你不能想去哪就去哪 今天從今往後 你的生活 你就是要多算一個人 對 因為會這樣子問 是因為怕說 很多人就看你們這樣 就很想生小孩 崩潰的那一面 不會讓大家知道啦 對 所以大家 好不好 想生小孩 還是要有一定的能力 你要有 把握 你可以把這個人放在你之上 這樣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這個是很有教育意義的一集 哈哈哈 那 你們當媽媽 最後悔 之前沒做過的事是什麼 我沒有耶 沒有嗎 我沒有 我只有期待 他長大 我要帶他出去而已 可是我不懂耶 當媽媽 之前沒做的 是當媽媽之後 不能做嗎 對啊 也可以啊 像我一直想要去高空彈跳 對 對你之後還是給舉 我想說我一直都可以帶他去跳 可能等他長大 對對對 就是要等他大贏 其實可以 就現階 只是現階段不行 對 可能要五年後吧 因為畢竟我們要生第二胎的話 大概要五年 可是妳剛剛說妳要生六胎 我老公不答應 所以我們還是第二胎 好 那 因為妳們現在生大概一年 那妳們 有沒有算過妳們大概有花多少錢 花多少錢 我覺得花滿多 妳光光生產喔 妳光光生產的時候 就花不少錢了 月子中心 一天快一萬塊 大概二十幾 二三十萬吧 二十八天 二三十萬 二三十萬 然後生產我們都在診所生 妳們婆婆應該更貴 婆婆十萬 十萬多 戰產加上前面的代產 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就算了 然後往後還有奶粉尿布 而且她是有找什麼保姆 就都自己照顧 我是找波音中心 這樣算一算 應該她一歲妳們可能就花 花一百萬 我覺得最貴的就是 妳生下她的時候 但平常還好啦 可能她的周邊很貴 比如說嬰兒床 嬰兒車 對 欸我聽完是真的不想生 欸超超貴的耶 坐月子真的不便宜 我沒想到那麼貴 媽媽一定要在那一個月 得到充分的休息 因為往後的每一個月 尤其是剛出月中的時候 真的是 但是他們聽不到小孩哭聲 然後妳每兩個小時要餵奶一次 然後每四個小時要擠奶 妳根本不用睡覺 然後老公也不會醒 我也是我老公打呼吸到我女兒 我直接當巴蕊 我不能一睡著你又把他吵醒 那假如妳們重新再選擇一次 還是會想要這個年紀剩下 我說明想要更早 真的假的? 我不會想要這個年紀 因為我覺得恢復的很快 而且妳現在變超瘦了 對啊 為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經濟改變 也有可能是太超瘦 因為晚上顧小孩是沒有什麼時間吃飯 主要是他長大也不會跟你年紀超愛的 對 我很想要跟他當朋友 他應該不想跟去夜店 我一定會讓他知道跟我們玩比較好玩 對 我們已經講好了 我要開最大的包廂 然後叫香檳王就用話 然後他就會說 欸媽媽那邊比較好玩 所以就是妳女兒就是在一個男生 然後說是要男朋友 可以啊 然後在面前 熱心一下 喇雞 先不要 因為剪辣雞就太多了 或是我酒喝夠多 我會覺得沒差 可是我好甜蜜 讚讚讚的 你好開明喔 好啊 今天很開心 玄玄跟妮娜 可以來到我的頻道 大家就期待一下 玄玄之後的小孩 大家記得點贊這影片 然後留言 你們想要他們生幾個小孩 怎麼爛留言 猜中人好不好 就算妳厲害 然後記得把這影片分享出去 然後記得追蹤我們的IG 訂閱我們的Youtube 掰掰 掰掰